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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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在后面 换上吧 欢迎加入小分队 赵本括 半括 半括 大牛 想死我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也没想到啊 多少年没见了 不是大人物吗 怎么变成 转玉莲的小病混子了 要不说你小的还是年轻啊 看东西太肤浅 这可不是一般的小病混子 他跟我们师座的女儿 关系可不一般 一点都没变你 你也是啊 还这么说 准备动机 走 趁这会儿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小分队的成员 大家相互认识一下 刀子 探路兼兵 免列人 我的助手 跟了我很多年 王思茂 通讯员 熟练运用各种通讯设备 能够听出 各种电台发出的短膜信号 三思而行的丝 异于继貌的帽 陪赵四雅 长毛 爆破高手 能够拆卸各种地雷 布雷也是一把好手 军医 说好听点 是中医水平高超 说难听点 就是 偏方比较多 非常适合咱们这次的任务 而且 作战的急救经验 也非常豐富 承蒙各位英雄照顾 曹国舅 传起狙击手 我们师的神枪是 他一个人射杀的鬼子将领的数量 超过全尸的一方 大牛 听名字大家就能猜出来 没错 力大无比 一个人扛两把截口枪 不带蠢气的 你 赵半括 枪械师 特长是听声石枪 精通各种枪械的技能 维护维修也是一把好手 还有草三 我就不用介绍了吧 咱们部队谁不认识我呀 这半括兄弟 之前我还真了解点 你谁 谁啊 住手 半括 半括 住手 谁啊 住手 住手 半括 有话好说 松开 都走近点 冷静点 冷静点 你们还像个军人样吗 我这 我这 就 半括兄弟 火气那么大呢 这位长官说话 是有点那个 那个啥 那不至于动手啊 你这 这这 鸡舱里这么闷哪 你这一折腾 一会儿你干阴机了 挂挂吐 这个 我没关系 我 好 你还得了吗 是吗 你还能够吗 你还不够吗 吧 就 我 你还能够吗 我 你还能够吗 我 你还能够吗 你还能够吗 我 我 你还能够吗 欢迎来兰姆家 来啊队长 我是来接你们的 谢谢 大姑娘 怀上了吧 我点 你还好意思笑话她呢你 刚才在飞机上 这谁呀 又咽回去了 是不是你 老草包 你不找事不舒坦是吧 你哪只狗眼看见了 眼睛不好就赶紧治 省得穿上了嘴巴 说话都是臭的 你们两个逗了一路不累嘛 你看 咱们都是三十六十出来的 别让外人看笑啊 队长还没发话 你倒先教育起人来了 若论君弦 论君弦怎么了 你比队长高吗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想当队长啊 我没说呀 那你就闭嘴 这里边除了队长 咱们谁也管不着谁 上车吧 上车 真是 哎 这 这 走吧 这些就是你非尽心思挑来的兵吗 是啊 都是我们三十六十 数一数二的 亮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把我最好的 美国士兵借给你们 不用了 谢谢 他们在我眼中 都是最棒的军人 光棍啊 哪哪哪啊 光棍啊 哪哪啊 我天啊 你可别端着了 靠会儿吧 哎 我说啊 你们说 刚才那个洋鬼子 是英国佬还是美国佬 要我说呀 就那一脸划头像 肯定是美国毛子 英国佬啊 贼吗能装相 你说呢 美国人出装备 管训练 英国负责生活供应 是莱姆加基地的基本模式 所以这次负责接咱们的 应该是英国人 哎呦 天 等挺多啊 哎 我说 那个四眼 你说呢 美国人呢 为啥 看他制服就知道是美国人了 要是我呀 我不看制服 我直接给他 咔加按手术台上 用手术刀咔加给划开 哎 这么一看 我就能分清楚 是英国佬还是美国佬 你们刚才为什么打起来 你们之前有什么关系吗 一个人生气 不外乎两种原因 要么就是别人说了 不该说的话 要么就是别人做了 不该做的事 刚才你们俩连话都没说 就打起来了 那一定是 因为之前做了 不该做的事 哎 我说你个死长毛 人家之前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毛关系 我又没跟你说话 你什么意思 能动手就别吵吵 嗯 你觉得杀了吗 你炒了吗 在这两个人 那不是 你妈妈妈妈妈妈的 为了 你 看 很 跟我来 走 你们这段时间先住在这里 就让我们住在这儿 你有什么问题吗 能申请个担间吗 队长 没有人能有特殊待遇 那自然也包括廖队长喽 跟我们同甘共苦 同吃同衰 你废什么话 张宝儿 滚 你说话你得注意身份啊 咱们是正规军 那是代表国家出国打仗 你们不能有商国体啊 你处处你得注意自己的行为 我说草三啊 你别老以为自己军衔高 带这么些军功章 就总给我摆谱行吗 你看这什么素质 这什么素质啊队长 行了 都别废话 把衣服都换上 一个小时后 外面集合 是 走 快点快点 快点 走 半括兄弟 我们应该谈一谈吧 有什么好谈的 比起里面那些莫名其妙的人 起码咱们两个也是相处两年多的三连老兵吧 相互之间这么熟悉 打仗又有默契 况且 咱们曾经还是朋友不是 朋友 你别恶心我了 赵宝儿跟我说实话 我这次能够重新见到你 我真挺高兴的 挺好 把这份好心就保持下去 我知道你心里介意什么 有些事既然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 我也希望你能打开以前的心结 咱们两个从心并肩作战 你也知道 队友间的配合和默契是有多重要 尤其是在战场上 这方面的经验多那么一点 生死一线的时候 就有可能救下你的命 曹三 你说了这么多 不就是害怕我在战场上 一枪杀了你吗 我 我了解你的为人 你不会的 人都会变的 再说了 我是个逃兵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说了 这俩人到底什么矛盾 你这搅和在一起 影响咱们执行任务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操那份闲心 我们来自杀 那边是杀手 一堆 你这儿违抗军令 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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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蛋糕 蛋糕 乖刀半括 在跟鬼子的战斗中 擅自逃离 延误战机 对党国不忠 对兄弟不义 带着 我弄死你 我不想参加这次任务 你说什么 你说你不想参加任务 是的 我说的那些话都白说了是吗 我不知道苏卫然跟你说了些什么 但我敢肯定 他对你有所隐瞒 他对我隐瞒了什么 关于我之前的事情 你指的是战场临阵脱逃吗 他都告诉我了 他不仅跟我说了 他还非常担心 你会让三十六师蒙修 给中国军人丢脸 所以 他才让我把这把枪转交给你 你这么聪明 应该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吧 那你为什么还选我 入小分队啊 因为我跟他说了 做过逃兵的人不会再做逃兵 但是显然 我的想法是错误的 你的行动似乎证明了 他说的是对的 你确定你不会后悔 我做出的决定从来都不后悔 哪怕是错了 那我如果 再次临阵脱逃了怎么 你只要记住一点就可以 只要是战争就会有死亡 我早已做好了 会有人死的准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会把你们所有人都活着带回来 当然 这也是对活着的人最大的鼓励 所以 最先做垫脚石的人 必定是最愚蠢的人 如果你想活着回来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不想回来 谁也拦不了你 没想到你还真够轮血的呀 已经不是第一个人 跟我说这句话了 好 卓妍 你睡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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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